那乃哥可是我知道说 这个其实烘焙房的投资不便宜 好像一台烤箱就要超过百万 我跟你讲 大家很多人就 这种面包很简单啊 弄个烤箱啊 烤一烤 面团搓一搓揉一揉 弄一弄就可以烤了 我们也是这样认为 本来是这么想 本来是这样想 我们想要大概 大概了弄个两三百万 可能还剩一点周转金啊 够了 各位我们开一个烘焙房 一个店啊 上下的店面加起来大概三十平 我们就投资了五百万 五百万 那现在钱好薄啊 我们都不敢想象 做个面包店花五百万 为什么 一台就像你讲的 一个烤面包机 我们用的全世界最好的 一个烤箱就要一百五十万 天哪 那所以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我本来觉得说 这应该是很好复制 也很好去做加盟的 看起来不是 真的不是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但这一个烤箱呢 我们买的就是一个最好的 再来一个 你要这里面的店啊 都跟一般的 像我们一般的餐厅啊 这些店都不一样 用店不一样 它的店的耗电量很高 所以它用台电这方面的 光是我们店的 转店变店的什么 五叉的六叉的 这些的 我想光是店就花了几十万 改店啊 再讲装潢 还有不只我们讲烘焙的 里面还有其他的啊 货面机啊 发酵机啊 等等的 真的 这些身材机就买下来 就起码两三百万了 再加上装潢啊 门市这些 哩哩哩哩啊 我想真的不简单 所以啊 没有完全去了解 你就去投资的话 你以后 本来这个洞呢 本来是小的洞 你的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乃哥已经把所有的 潜在竞争者都吓跑了 对 我就要告诉大家 不是想象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好 那乃哥 听完乃哥这个烘焙坊 其实听起来也是投入了 蛮多的心血 对不对 我比较好奇的是 现在大家都说缺工缺工 你在找员工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其实完全没有缺工的问题 是大家要不要做 我们这个店呢 到现在只有五个员工 只有五个员工 但是呢 我们要找门市的 因为面包店 你必须要门市嘛 没错 对不对 客人上门 你要来应对嘛 对 好 那我们上面的 在做面包的师傅 还有助手 助理 也要人嘛 对不对 我们缺人 缺得很厉害 我们到现在半年了 只找到了一个人 有门市呢 来了 也是透过像人力银行 对 好 来了 坐了两天 不坐了 嫌累吗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不来了 就不来了 就不来了 他们可能是想说 来 现在看看环境 不行 他马上走 对 以前我们这种年代 哎呦 有工作 有个工作 咬着头皮都要干啊 对 所以现在年轻人 不一样 对 所以你说 有没有缺功问题 我觉得不是缺功问题 是现在 我们讲 整个世代不一样 年轻的想法不一样 选择不一样